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本胡眼有疯癫之症 只在秋冬两季会偶尔恢复正常 这天晚上 神志不清的眼本胡眼摸到女儿三重的房间 女儿的惊叫让眼本胡眼暂时恢复了正常心智 这时候她发现三重已经发育成熟 这让她想起一件大事 那就是胡眼流未来的命运 心念及此 眼本胡眼便招来大弟子牛骨全左卫门 冷若冰窗地问她 唐木圆之柱和一两子清玄 谁可成为胡眼流的继承人 牛骨恭敬地回答道 唐木圆之柱可堪大任 牛骨之所以这样回答 是因为当年还是贫农之子的原支柱 被逼到绝境之时 心中藏有的蒙虎便会出来试人 眼本胡眼正是看出她这一点才收她为徒 远之柱果然不负重望 没用几年便成为师范带 要成为继承人 必须要和三重结婚 而难得可贵的是 远之柱和三重青梅竹马 感情独身 但是牛骨没有想到的是 眼本胡眼被柳生算计后终日窝在乡下 愤恨难以宣泄 性格越来越扭曲 虽然得了失心疯 但眼本胡眼心里却清楚 远之柱忠厚沉稳 由他继承道场 固然维护目前之声威 但若想将胡眼流发扬光大 长相妩媚 头脑灵活 能够察言观色的一两子青玄更合适 因为在太平年代里 三寸之蛇比三尺长剑更有用武之地 作为本门的大弟子 竟不能为光大本门考虑实在可恶 更让眼本胡眼亲生不派的是 牛骨竟然提到了三重 膝下无子 没有骨血可以继承家名 乃是眼本胡眼的第一汉事 于是眼本胡眼毫不留情地用剑封住牛骨的嘴 但是他也不得不考虑中弟子的情绪 相比于入门多年和同门感情深厚的原支柱 一两子入门不过一年而已 虽然天赋异禀 但是他举止轻浮 常有花边新闻 突然决定让他作为继承人 只怕难以服众 因而眼本胡眼无情道 那就让他们和日版的周牧遗传斋的 孪生双子进行一场真剑比武 获胜的一方成为继承人 周牧遗传斋也是挂传番有名的剑豪 当年他和眼本胡眼在御前比武时 被眼本胡眼消掉下颚 因为此事 眼本胡眼受到挂传番主的批评 眼本胡眼以为耻辱 常怀恨意 此次叫袁支柱和一两子去杀棋子 除了印证两人的剑法之外 多少有些泄愤之意 周牧遗传斋的孪生双子 哥哥叫周牧兵马 弟弟叫周牧硕马 两人均是挂传番有名的剑士 这天傍晚 两人像往常一样 在神社参拜完 准备回家时 被袁支柱和一两子一前一后拦住 孪生兄弟公然不惧 他们背靠背 结成剑阵 只要敌人突入剑锋的攻击范围之内 必死无疑 自从被一两子打败之后 袁支柱一直刻苦练功 想和一两子再次比武一削前耻 但是牛骨却看不出 一两子扰乱了袁支柱的心神 所以袁支柱才自生出要战胜一两子的执念 如果两人一旦交手 那便不是普通的同门切磋了 因而一直刻意避免两人比武练习 所以 当收到刺杀孪生双子的任务时 袁支柱认为 这正是赢得一两子的绝佳机会 中目兵马见袁支柱在剑锋攻击范围之外就摆开架势 当时冷笑道 距离太远 看你如何出剑 话音刚握 白光一闪 兵马额头上已经中了一剑 原来 袁支柱挥剑时 右手从剑柄的一方滑到剑柄的尾端 剑锋所及之处 比敌人预测的距离更远 这就是胡彦流的特殊握法 刀流 如果缺乏精密巧妙的握力调节 长剑就会脱手飞出 所以 在日常练习时 胡彦流严禁使用此招 当兵马中剑之后 弟弟数码一时慌了 一两子看准时机 上前将其批死 对于这次测试 众同门一致认为 是袁支柱赢了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严本胡彦并未公布袁支柱就是继承人 直到这年的年底 按照以往的惯例 胡彦流道场在年底进行一次无刀对决的演习 而演习的双方正是袁支柱和一两子 自从上次刺杀孪生双子之后 一两子也意识到自己的短板 因而一直在暗中刻苦练习 时至今日终有所成 虽然在演习现场 严本胡彦的意识已经模糊 但是他依然能够察觉出 两位门徒的剑法不分伯仲 那么是时候做决定了 他领起女儿 像扔货物一样将三重扔到一两子的面前 然后颤颤巍巍地吐出一个词 传宗接代 此话一出 众门徒聚明白 师父已经将三重许配给一两子 一两子将成为胡彦流的继承人 对武家而言 婚姻是为了保留家名而传宗接代的重要仪式 这其中不能掺杂半点私人感情 一切都由家主的一己之念而决定 三重以父亲犯病为由 准备退到屋内 不想眼本胡彦 竟直接向女儿拔刀 但仅仅是展落遮掩下体的衣服 那意思很明显 他要亲眼见证三重和一两子行周公之礼 三重仍坚持要回房间 不想牛骨等门徒拦在他的面前 但见他们目光空洞 没有一丝感情道 师父既然已经选择一两子为你的夫婿 这都是为了胡彦流的未来 看到这些摒弃自己的思想 只是一味地于衷于父亲的徒弟们 三重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 他转身望向圆之柱 然而令他震惊的是 圆之柱的眼神和其他门徒一般无二 他忽然想起圆之柱刚入门的时候 父亲让他用手拿着家木炭的筷子 只要父亲不说放下 即便是皮肉都快烤熟了 他仍不放下 这一刻三重彻底的绝望 他原本以为 这个和自己青梅竹马的男人会与众不同 不想男人都一样 都是被操控的傀儡 而他自出生的那天起就受到命运的诅咒 他的身体只是用来诞生胡彦流未来继承人的容器 而这样出生的孩子毕竟是残缺不全的 人格上的残缺不全 心念及此三重暗想 不如咬舌自尽一了百了 便在此时耳边响起一两子的声音 却使他请求师父暂缓此事 直到大庭广众之下 三重若羞愤自杀 胡彦流就此绝后矣 可待婚礼之后再行夫妻之时 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一丝光明 三重感念一两子解了受辱之威 更难得可贵的是 他并非什么样的命令都听得提现莫无 他哪里知道 一两子非但不是傀儡 反而是更可怕的人物 在刚入门的时候 一两子自言乃是江户的商人之子 因为喜欢舞刀弄枪便被赶出家门 然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一名娼妓之子 而其父更不知为何许人也 其母身怀六奖时 为了生计也不得不出来接客 刚出生他便能爬行 五个月竟能站立 四岁时咬掉一个十三岁小孩的耳朵 九岁时开始偷钱包 十三岁时打败一个烂堆的浪人 这让他发现一个道理 剑比偷盗更简单 也更能得到权势 然而此时的一两子清玄 却是另有其人 他乃是江户城有名的医师 这天 一名美少年来到诊所问路 在看到他清澈的双眼时 医师清玄当场收他为徒 因为这位美少年的到来 诊所一下子多了很多女病人 医师清玄主要是通过按摩经脉帮人治病 而这种按摩的基础就是骨子术 只要熟知人体的经脉 便可延长他人的寿命 相反的也会缩短他人的性命 也就是说 骨子术可以自由操控人的生死大权 在美少年的脸球下 医师清玄清囊相授 将骨子术的奥秘全部传授给他 树城之后 两人到河里伐船 有目击者声称 看到两人相拥坠入河中 直到二人是殉情而死 但过了一阵子 便有一个美少年剑客 自称一两子清玄出现在挂穿帆的胡彦流道场 转眼两年了 一阵子终于成为胡彦流的继承人 在小年夜的这天 他来到贫民窟 找到了母亲 由于病毒的侵蚀 母亲已经神智父亲 任母亲是儿子还是嫖妇 从今往后 一阵子清玄将会成为一名武士 所以不能让人知道他悲剑的出身 为了向上爬 他只能亲手杀死这个秘密的人正 后事如何 下回分解 欢迎喜欢的小伙伴关注和三连支持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碰撞出刀女剑的火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